大家好 我依然是那个酷酷的美食主播 我叫球把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幼馅 鱿鱼卷啊 也希望喜欢的好朋友们把关注点一点啊 然后在视频里多给评论一下的 谢谢 给它扒一下皮 这个鱿鱼头的话现在就需要 把这个鱿鱼皮的话最好吃 用一个小毛巾啥的啊 或者弄块小布 放在手里要不太滑了 把这个皮的话也特别的方便 咱们先那个切点姜 切点葱花 放在这个油馅里啊 这个油馅大概就是跟饺子馅差不多啊 差不许多 这样子口 就ไOneG 我搜索 这 就真假烦 炒回 Roots 煮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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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煮完 灰烤 煮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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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 撕散一下 然后是晶盐 灰素 然后再放个蛋器了 Oh my god 头要好了,就是刷拌均匀 这些肉的话,放两个蛋器 然后少放一点点那个 放一点点那个骨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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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是把咱们刚才那个 拌好这个肉馅儿啊 直接撕一到这个鱿鱼的肚肉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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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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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游民放到这里 整个游民放到这里 我们的游民放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咱们准备一下的 再那个做点油再给它炸一下 这也可以不用过油 不用炸 直接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蒸完了的话 蒸好了之后的话 再炸在这儿 浇在这儿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 鸡蛋 这个 这个 我说还是倒入 我要烹饭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